好 县政府建设处针对瑞翠湘瑞北坑瑞翔以及乌漏三条辖管的区域排水整治计划 在31号的上午瑞翔活动中心是召开了第二次的说明会 那么攸关社区部落居民的安全 居民是高度的关注提出包含了五尾沟排水 用地取得等等的诸多建议 期盼未来的治理规划设计能够更贴近地方的需求 规划公司简报详细说明瑞翠湘瑞北坑瑞翔以及乌漏 这三条线管区域排水系统初步的整治项目与方向 台乡民众高度关注纷纷提问求解 我们那边是算是五尾巷 那水都会排到我们的家 住家沿边每次会积水 我们办公室后面这边是一条 然后那边那边山那边有一条 那有规划在哪里面 因为那一条会发生土石流 那一条如果排水不足的话 常常发生土石流 此外针对了瑞翔排水出口改道与取道诊件 由于牵涉到一旁的铁公路设施 相关机关单位代表也提出建议讨论 整个从头到尾整治完都规定管理吗 还是说跨越铁路那个界线 那个范围那一段是我们要管理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常常遇到这段问题 还没有确切的线要理 我这样子好 尽量能够顺向不要正向 因为一定都不会在街外台九线 路是怎么走的时候 或是怎么走的时候呢 希望赶快让我们民众知道 可能跟他的土地有关系了 针对了民众或者机关单位所提出的问题与意见 县政府监设处高度重视也当面解说或纳入研议 台上台下意见交换 而形成满党的县长许真卫 仍赶到了说明会现场 再三重申先政府整治区牌的决心 也期监望民众能支持配合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我们也很急 大家都很急 但是这些的钱虽然核定函来了 不像我们自己口袋有钱 我直接拿了钱去便利商店买一个放放糖 去着乐店买一包平衡我就可以吃了 我也可以用得到的 不是 所以政府的一块钱 其实都受到层层的监督 然后执行 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 多多包含 花林县13乡镇市县管区域排水系统就有91条 目前县政府也逐步推动整治优化 日之乡这三条区牌治理规划进入其中报告阶段 民众热烈参与并提出各项问题与建议 执判未来的治理规划能更贴近地方的需求 真正改善并建构民众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是一遇蓝瑞瑟采访报道